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又快到518国际博物馆日,文化部与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邀请博物馆界代表,今天举办多元友善平权,拓展新公众,亲近博物馆宣传,除于518推出各项优惠,同时串联全国72座博物馆活动,吸引新观众走进博物馆国际博物馆协会,ICOM。 自1977年起将每年的5月18日定为国际博物馆日,每年推出一个主题,今年主题为超连接博物馆,新方法,新公众,因此,国内以多元友善平权,拓展新公众,亲近博物馆呼应,鼓励博物馆把注意力扩及到核心观众以外的公众,除了利用科技外,博物馆也可寻求新方法诠释和展示馆葬, 以吸引新观众加入与博物馆互动。 文化部长郑力军表示,博物馆如何呈现自身的存在样貌,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观点,期许博物馆日的举办,应该不只是优惠,免费参观,也要及此思考博物馆在当代的意义与功能。 文化部致力推广文化平权,透过资源的整合与义注,目前已提供向市让市场朋友用处决欣赏艺术作品,以多语言导演服务新住民朋友的服务等。 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肖宗黄表示,博物馆学会是以家族代表的身份,协助串联全国72座博物馆活动,配合文化友善平权文化金融的政策,思考博物馆的社会责任。 以教育为主题,用新的方法推广博物馆活动。 今年共有72家博物馆及地方文化馆响应国际博物馆日,在5月推出各项优惠措施及活动,详情及优惠讯息可上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网页。 httpwww.com.org.tw.category.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专区,脸书粉丝团httpswww.facebook.com.518mucmd. 文化部长郑李军,右,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肖宗黄,左,示范以手机扫描orcode进入518国际博物馆日网站。 记者灵媒雪社,文化部长郑李军,中,协同各博物馆代表,以多元,友善,平权宣告518国际博物馆日启动。 记者灵媒雪社 记者灵媒